2月21号正是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三 由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主办 女西桥界联合承办的 洋年欢乐春节中国庙会 在西班牙马德里西班牙广场 喜气洋洋的开幕了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吕凡在开幕仪式上 代表大使馆向广大的西班牙侨胞 以及西班牙朋友 致以新年的美好祝福 今天我们把庙会搬到海外 不仅是为了让我们的华侨华人 身在异乡也能感受春节的气氛 也是为了让更多的西班牙朋友 了解中国文化 体验中国新年的欢乐祥和 随后一批代表着中国文化的精彩演出 轮番登场 这是由西班牙华人华侨妇女联合会 选送的敦煌飞天 敦煌舞曲本身就是一场文化融合的盛宴 而敦煌飞天更象征着中国文化的古老幽远 博大精深 亲不亲故乡人 歌曲《故乡的云》 在这位歌手的演绎下 激起了在场侨胞深深的思乡之情 他们情不自禁的跟着哼唱起来 台上台下早已心灵相同 中华武术名扬天下 有西班牙小伙子们表演的功夫 可把现场的游客给震住了 他们一个个身怀绝技 刀枪剑戟十八般武艺轮番登场 千万别以为他们表演的是花把式 这次可是真功夫 整台演出高潮迭起精彩封城 舞台下方早已是人山人海 人们纷纷掏出手机 将这一颗的精彩永远定格 除了舞台上的精彩演出 舞台下 由西班牙各华人协会 推出的文化展位 同样吸引了大批游客的目光 尤其是一些西班牙人 他们带着惊奇与兴奋 在各个文化展位前来回穿梭 对他们来说 中国文化实在是太有魅力了 在中西文化交流协会的展位前 中国的戏曲服饰 吸引了不少西班牙人 他们站在这些服饰前 久久不愿离去 他们非常的惊喜 非常的震撼 也非常的喜欢 同样 西班牙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展位前 也被游人赌得水泄不通 一些西班牙人正在排队求字 一名西班牙三十多年的老书法家 陈于光 正在这里挥号泼墨 为这些求字的西班牙人书写祝福 西班牙人呢 现在很喜欢我们中国的文字 所以他们就很喜欢来用我们的中文写它的名字 还有用我们中文写这些祖父的话 据了解 这次庙会共有二十个展位 每个展位都各具特色 他们都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正因为如此 一些西班牙朋友一走进庙会 就像是走进了中国文化的大官员 每年中国的春节活动我都会来 我非常喜欢中国的历史文化 我知道一些中国秦始皇的历史 有机会我一定要到陕西西安去看看 这次是一次中西文化的交流 这是一次感情的交流 对我们两国的友谊也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五千年的上下历史 它有非常丰富的这种文化的元素 通过这个庙会嘛 让我们当地的西班牙人 也跟我们中国人一起来感受一下 我们这个中国灿烂的文化 据主办方介绍 举办此次庙会 不仅要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 更要以传播中国文化的形式 帮助侨民积极融入西班牙社会 我们华人在这边 已经有三十多年四十来年了 融入程度还是不够 那么我们觉得融入可能要先从文化入手比较好 将来的融入一定是文化经济跟政治 三字是相互联系的嘛 但是文化可能是比较容易一些 欧浪新闻记者报道